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简单的实现了一个添加留言的一个功能 但是呢 只是实现了一条留言的一个功能 那相信细心的同学呢 在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第一个呢 添加一条可能成功 那接着当我添加第二条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第二条留言就把第一条给覆盖掉了 那这样不合适 那接着呢 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添加留言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这样一个头像还好 对吧 我在显示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 你选的是哪个 我就显示哪个心情 那但是呢 如果用户选择的是最后一个 roll一个随机 那这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随机得到一个里边的心情呀 这一点也是我们的问题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要来解决一下这样的问题 首先先解决第一个 就是随机的这个比较简单 当用户如果选择了这个run的点 gif的时候呢 这时候应该随机的产生一个随机数 从之前这里边来产生一张图片就可以 那首先找到我们的添加留言页面 来判断一下 if心情如果等于等于 run的点gif 那这时候呢 应该随机的从里边来选一张图片就可以 那现在要判断一下 如果是随机心情 应该产生个随机数 判断一下 if dollar心情 或者你就直接来写 dollar心情 如果要等于等于 run的点gif 那这时候为真的话 应该是 mt run的一下 产生一个随机数 1到一共几个 一共7个 可以查一下 1234567 随机的产生一个随机数 再拼上一个点gif else呢 就为他选的这个就可以 心情 这样的效果 再付给dollar心情 用了一个三元一算符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先简单试验一下 来打印一下 echo一下dollar心情就可以 再往下进行第二个问题 好 我就选择一个随机 其他的不选 7.gif 再刷新 1.gif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第二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当用户再发布一条的时候 你来看 现在看我们的留言板中 应该有一条了 是我们上几个发布的 Math学院这个 那接着我再发布一条 你来试验一下 之前的这个留言 就会被覆盖掉 就会被覆盖掉 小心写上一个 key 标题呢 是test 内容呢 哈哈 选择一个随机的 一点发布留言 成功 那成功之后 我们先手动来查看一下留言 因为还没有实现这个 查看留言的功能 那接着你发现 之前的这条留言 已经被覆盖掉了 对吧 这是你新添加的这个 king 标题是test 内容是哈哈 这样的效果 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应该之前有多少条留言呢 它还在 如果再来一个用户 发布一条留言呢 应该添加进来 而不是产生覆盖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现在想保存多个值的时候 首先就不能用一维数组来保存了 应该用什么呀 对 二维数组 好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 知道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在保存的时候 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二维的 稍微改一下 改完之后呢 再把它放进来 或者你把它叫date也行 data state 稍微改一下 二维的是可以 但是现在看好了 又有问题了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清空 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来发布一条 刷新一下 重新发作 成功 那接着来看 这个文本文件中 应该保存的是一个二维数组 首先数组中有一个元素 i是零 对应的值又是一个数组 这样来看 是king test和刚才一样 哈哈 那再往下 当我再添加一条留言的时候 你来看 继续添加 写成一个king 标题呢 写成一个 Hello word 内容随便写一点 选择一个头像 发布留言 也成功了 但我再刷新一下 看留言板中 应该 这个文本文件中 应该保存两个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是 只有这一个呀 虽然说是二维数组 但是你发现 还是只保留了这一条记录 这是因为什么呢 你是不是应该在写入之前 应该把这个文本文件中 已有的留言 全部都要读出来 对 没问题 正因为我们file put contents 这个函数呢 它会把文本文件中 之前的内容 清空掉 将指针移动到 清空到开始的位置 接着再来写入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在写入之前 如果这个文件中有内容 应该把它读取出来 读取出来之后 是这样一个序列化的字符创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它 反序列化之后 变成数组之后 再动态来添加呀 这样一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当第一次添加留言的时候 这个文件是不是不存在呀 就这个文件存在 并且里边有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读取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 加上一个判断 如果message.txt文件存在 并且有内容 这时候需要把内容读取出来 把之前的留言读取出来之后 再动态添加 那现在想检测一个文件 是否存在呢 我们可以通过iffile.exists 来检测一下文件或者目录 是否存在 那检测的结果呢 就是真或假 如果存在的话 并且这个文件中呢 有内容 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大小 并且得到文件大小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filesize 来得到一个文件的大小 如果它大于0的话 这时候我们再来读取 那读取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函数 file.get contents 来读取这个文件中的内容 它返回的就是这样一个 字符串 那得到一个字符串之后呢 我就可以反序列化成我们的数组 按serialize一下 dollar string 把它变成一个数组 dollar message info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动态来添加 变成一个二维数组 那现在呢 我们读取出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已经是二维数组了 因为我们存的时候就是二维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这一块是走不到的 或者说存在 它里边没内容的话 这一块也是走不到的 又兴取到两个函数 第一个就是 file exists file name 或者pass 检测文件或者目录是否存在 那第二个呢 可以通过file size 来得到指定文件的一个大小 得到文件大小 返回的是字节 那接着想得到指定文件的内容呢 可以通过file get contents 得到指定文件的内容 返回文件中的内容 这样一个过程 那有了这一个函数呢 你再来看 就能解决我们刚才遇到的问题 那现在第一次的时候 你看好了 把它删掉 重新发布一下 刷新 重新发布 成功 第一条留言 有了 再来刷新一下 message.txt 接着你看到 queen这一项 hello world 那接着我再来发布一条 继续添加 写成一个 mess学院 标题是 最大在线教育 内容是 或新浪教育奖 教育奖 好 接着选一个心情 选择一个 dus 一点发布留言 成功 那这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两条留言了 对 你再来看 数组中有两个元素 那第一个元素呢 你看到 i 0 对应的只是一个数组 数组中是queen 再来看第二项 到这 界名为1的时候 是一个二维的 索引加 关联的形式 又是一个数组 username 对应的只是 mess学院 你看到第二条留言 也有了 同样的第三条 第四条 我们可以再来试验一下 即使是一样的 我刷新 第三条 第四个 第五个 那这时候 数组中应该有几个元素 对 五个元素 五条记录 你看 五个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在这来查看一下 确实也是有 五条留言 所以说名字都一样 这样的效果 那这样呢 我们就解决了 添加留言中 你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遇到哪个问题呢 再带着大家回顾一下 如果文件中 之前有内容的话 你需要先将 之前的内容 读取出来之后 把它反序列化成数组 再动态来添加 新的留言 那如果没有内容的话 你就直接来创建 这样一个 二维的索引加 关联的数组 把它序列化之后 再写进去 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功能 也要简单的实现一下 这就完成了 添加留言的功能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